大家好 今天呢 带着大家告诉大家 如何用500块钱美金 能拿到28 35 50 85 这五个焦段的大光圈效果 走吧 那今天本来想开场呢 用一个鬼片给大家来开场的 但是我怕大家被吓到 所以呢 就打算最后再放 另外呢现在天气呢太好了 而且大白天也没有办法拍鬼片 我们打算晚一点再给大家拍 要不要吓到 那所谓这个五个焦段呢 其实都是基于我用的这个28 F2 F2已经是大光圈了 那么我所有的焦段都是基于这28的 而且呢会分两种 一个是图片模式 一个是视频模式 还有一些稍许的不一样 那么很多人会说啊 效果可能会差一点 没错效果肯定会差一点 所以说如果你想要更好的效果 那就多花些银子了 500块钱能拿到这么多焦段 F2的光圈你还想什么呢 是不是 那首先呢我们来先说一下照片模式 照片模式因为用的是28的焦段嘛 所以当你用全副相机拍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它调成半幅模式 那就会出现一个28x1.5 就A7 Mark III这款记载来说呢 1080模式下最高焦段可以达到乘2 那么在4K模式下呢 最高呢只可以达到1.5 在中间的数据是都是任意可以选择的 那么半幅不用多说了1.5 视频4K30FPS的时候呢 会出现一个1.2的Crop 那么经过这些不同焦段的一个排列组合 那我们可能会产生一些更多的焦段 那像素肯定会大打折扣 我用的这款是A73 A73的像素是242400万 那如果你除以1.5的平方 大概这个是一个参数 那大概你可能能拿到大概是1000万左右的像素 像素来说确实是有一点compromise 但是你可以一直拿到这个焦段 这个位置这个光圈 我觉得像素低一点还好 毕竟现在大部分人用照片 是在social media上用 如果你要打印大的海报 那我觉得你首先要换的机器 首先要换的是机器和镜头了 那么通过一系列combination 28的焦段呢 就可以轻松达到28、56 以及84 这三个常用的焦段 那么在视频模式下呢 其实可以玩的东西就更多一些了 因为它的combination更多 那首先呢1.2 crop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达到一个35 非常人文的一个焦段 然后呢通过1.8的crop 我们可以得到50 通过3倍的crop 我们可以得到85 所以说这三个焦段呢 就非常非常多 所以你可以拿到的焦段 其实是非常多的 而且在拍摄视频的时候 它的这个 因为是1080 4K这种 所以它的这个清晰度影响呢 并不会说太高 而且在高感上很多测验 也说明了 它的高感并不会随着半幅的情况 而减退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这样的28 稍微广一点的镜头呢 你也不太需要担心 会拿到别的焦段 会影响一些质量 不需要太担心 那我们现在看一看 我现在在温哥华当场的这个博物馆门口啊 这乍一看有点像纽约的这个 有点像纽约的这个大都会博物馆了 那么今天呢 跟大家讨论了半天 就是说 其实28这个焦段呢 我个人非常喜欢 因为很便宜 只是500块钱 再有呢 你可以通过它和机身的这个搭配呢 可以拿到很多不同的焦段 刚才也说了很多种 不同的crop的模式 当然照片模式 大家还要谨慎使用 因为它的像素会有一定的这个 会有一定像素上的损失 毕竟是2400万像素 如果你用A7R3这种 4000多万像素的 我觉得是可以的 如果用这种 只有2000万多像素的话呢 可能会稍微差一点 不过如果现在这个 social media的时代呢 其实也无所谓了 再有的是视频 视频里的清晰度 基本上是不会受损的 就算高高感也不太会受损 所以如果说用来拍视频的话 我觉得带这么一个镜头出来 还是非常的值的 你半幅就可以是35对吧 然后clear zoom又可以二成 那就是70对吧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镜头 性价比非常的高 好